你愛自己嗎? 愛自己吧 就是我感覺就是 好看的時候會很開心 然後因為我多戀 大概兩年中我是一直看到自己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這種變化也對我來說也算一個進步 然後我也是一個特別喜歡提高自己的人嘛 然後我就感覺這種方面也是一種能讓自己感覺自己更厲害 就是越來越厲害的一些方面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 因為我本來最出發點運動就是因為為了吃 就是為了能夠吃多一點就需要來運動的那種 我肯定會繼續提高我的唱歌或者舞蹈或者表演 然後如果要想嘗試一些新的東西的話 我可能就更多的專門學一些表演的吧 不管是表演也好或者台上唱歌舞蹈也好 都是要用心裡的話表現出來的 就是你不可以光光地說話 光光地表演 光光地唱歌或者跳舞 但是你心裡要有那種話才能好好地表現出來 我覺得它是讓我更接受自己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表演它本身是不演的 對我來說我這麼理解 就是表演是不演 是一個人在說話 在有一些反應 但是它不是演的 所以它是讓我能夠更接受自己 就是自然的狀態的自己 所以我就用這個方面在舞台上表現出來 有可能有時候我就望自己 我自己應該走哪個方向 我自己其實是什麼樣的人 但是因為學了表演或者有這個體驗 它就讓我能夠更接受自己 就是做自己最好的那種 因為我本人日常的時候和工作狀態的時候 其實區別很大的 因為我日常的時候去哪裡都可以 就是很放鬆的一個人 但是如果是工作方面的話 我其實是稍微認真一點 因為我是希望自己做什麼作品會做的最好 然後就希望大家能就是看到或者聽到的那些作品是滿意的 因為大家認為雖然我很多時候跟我家人打電話是吧 但是我其實也沒有說全部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做一個他的孩子就是兒子 我是有一些擔心的狀態 比如說因為我們不是住在一起 所以我也是擔心他們那邊就是在泰國的人 會想多 比如說今天我怎麼樣 我就是有受到一些不好的心情嗎 或者什麼什麼的 所以有時候跟他們交流的時候 有可能我就把一些好的狀態跟他們交流 但是不好的一些我覺得我可以自己消化 因為我也不小了 我覺得自己可以負責自己 但是最重要是 就是我不能讓他們那邊就是不能直接飛過來找我 那麼的擔心 但是我開心不用擔心 他其實如果要講故事是要講很久 因為這個玩偶就是那個黃色的那個小熊 他是從我小時候就是我有記憶了 他就在了 就是能夠記東西的時候他就一直在 為什麼他對我那麼的重要 因為他就是那個人給我買這個玩偶 現在是已經不在了 但是當時就是我們一直關係特別的好 然後我就是算他是一個我的家人吧 然後他就是一直幫我的家人讓我長大起來的 所以我就就是認為他也一直在跟我旁邊的那種 一定是怎樣的 讓我可以讓我來 和你多玩